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遭中共官方保外就医 7月13日她病逝沈阳医院 终年61岁 她的遗体并在隔日立即遭官方火化 目前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也与外界失联 刘晓波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应 她过世前因生在狱中 无法前往挪威领取诺贝尔和平奖 中国女学者张盈盈在美国失踪已超过一个月 尽管绑架张盈盈的险犯克里斯腾森 12日已被正式起诉 最高可面临终生监禁或死刑 但她坚持不说出张盈盈的下落 使调查增加难度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表示 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 相信张盈盈已经死亡 不过特地来到美国寻找张盈盈的家人 还是对找到张盈盈抱有希望 张盈盈的父亲说 找不到女儿她不会离开美国 中国科技企业乐视陷入债务危机 创办人贾跃亭 零下12.37亿人民币的资产 全遭法院冻结 贾跃亭日前提出辞职后 随即飞往美国洛杉矶 声明说是为乐视汽车融资 会很快回国 不过17日A股上市的乐视网 举行临时股东大会 贾跃亭没有现身 有数十家中国各地供应商到场讨债 再为你还钱 再为你还钱 另外也有报道说 部分乐视员工的薪资研发一个月 而在美国拥有1400名员工的乐视电动车公司 法拉第蔚来 也暂停在内华达州的10亿美元建厂计划 除了乐视 最近中国龙头地产公司万达集团也负面传闻不断 华尔街日报表示 万达的六项海外并购交易已经受到政府严格控管 包括前阵子万达收购好莱坞制作公司传奇娱乐的交易 中共监管机构并要求国有银行停止向万达的海外投资项目发放贷款 共享经济目前在中国是趋势产业 如果既重庆的共享单车业者九成单车失踪而宣布倒闭后 深圳的共享一伞公司在三个月内也传出近30万只雨伞不见了 很多人都会比如说用完了以后都会放到家里面 该公司创办人赵舒平却对媒体表示 欢迎大家带回去 因为藏伞愚民是初衷 由于共享一伞虚先支付19元人民币押金 并充值最低9元 等于先预缴28元后才可以使用 让不少网友讽刺说 这其实是在卖伞 而且卖得很好 完全没有亏损 好的 老外中国周报就到这里 大家的想法是什么 欢迎留言或者订阅我们的语曲频道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